可是我先打岔一下 剛剛馬英九其實哭了 我們看了其實心裡難過 可是沒有 這個網軍還是出征他 說你哭什麼 你沒有資格哭 因為你真的 夢露 還是被出征了 你若是老的 有了解 出征 你沒有得理 你若是年輕的 你沒有了解這個歷史 一個馬英九 從這個台北市場開始 每一年到2、2月 他度假 到他做中華民國 國家的元首 還在度假 再來所有2、2月收我們 那大中間 不管你怎麼死 感冒死的 動作收我們死的 錢都賣了 賣了之後還在度假 國家也度假 你要再把這個修憑 還沒辦法度假發改 你要叫人情侶應 說真的要割到四 兩台三台要割到四 現在什麼 那個馬英九是鄉手的兄弟 你怎麼賣了 如果這樣就在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很多招樓來 很多很甘反殼的 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也很多海差 做海差 這海差的兄弟 來到台灣 沖沾原住民的土地 我們住民的 那不是這樣算 所以 歷史是怎麼 要怎麼在這個 和解的過程中 相方面 審出生意 所以 每一年的 禮禮拜 我看到 馬英九是真正流露 那種的感動 然後他已經跟 多數的 禮禮拜的 受難者的家宿 都已經變得 很好的感情 大家都好想 人家 在這個歷史 事件 去受到的苦難 你還要慢慢對馬英九 去招得有什麼意義 是 有很多事情 是卓氏金飛 藻礁這件事情 這個正義 觀眾朋友應該在我們大白話 看了好幾天了 不過現在 這個公投連署 看起來 應該是過不了了 就第二階段的公投連署 應該是過不了 因為還差非常大的距離 今天行政院的發言人 是不是表態了 他在周宇寇的節目 也提到了這個部分 來聽聽看 那個藻礁沒有受影響 為什麼要公投 任何公投的議題 有各種的可能跟盤算 也可能有政治因素 但是現在時代力量 跟民眾黨 跟國民黨 已經聯手了 而且他把他這個議題 誤導成為一個環保議題 所以我們要更加強 跟這些外界的溝通說明 柯杰剛剛講的對 在說明上面 我們或許再強化 這是在進一步 你覺得會過嗎 希望不夠 因為台灣經不起這樣的紛擾 各位知道 這樣動盪 什麼叫做國民黨 跟時代力量把這個議題 給誤導成環保議題 他就是環保議題 寇寇姐 你有事嗎 他就是一個環保議題 我們從桃園來的 將軍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藻礁 藻就是藻礁 什麼叫藻礁 藻礁是植物性的珊瑚礁 就是我們一般的珊瑚礁 是由動物性的珊瑚蟲 凝結而成石化變成這個珊瑚礁 活的珊瑚礁 藻礁是植物性的珊瑚礁 所以它這個東西 在全世界裡講 桃園那一塊 應該是世界性的遺產 它要培養 它是上千萬年才會出來 才出來這些東西 這個被發現之後 而且藻礁最怕是什麼 人家藻礁這個是很好培養 不是 它是 如果你沒有充分的日曬 那個日照日曬多了也不行 少了也不行 就要恰到好處 所以那一塊地方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的藻礁 就是恰到好處 我記得鄭文燦那個時候也反對 包括鄭文燦 包括蔡英文 都反對在那邊做開發 現在中俄要做的這個開發 進一步跳出來說 沒有 我沒有動到 你不是起床 我沒有在這裡 其實不是的 環保團體有把證據拿出來 你們就是在藻礁上面動 就是會破壞到藻礁 當然會 還敢這樣公然說謊 實在太可惡了 當然會 其實像桃園的鄭文燦很聰明 他遇到這種所謂的 環保藻礁性的議題 他遇到了萊豬的議題 反正只要是跟 整個藍綠政策有關的議題 他就閃躲 他就閃躲 他說我以民生為念 我以市民的福利為主 可是這個藻礁 看來他一來不能吃 二來不能拿來賣錢 可是這卻是台灣整體生態平衡 而且是世界級的遺產一部分 如果你把它破壞掉了 會被造成怎麼樣 就全世界整個生態保護的 這個所謂的團體會認為 你這個國家是對於環保 還有世界級的生態遺產 是不重視的國家 我們一直在推動所謂的 台灣的能見度 中華民國在世界上能見度 在這個全世界 算是僅有了 這麼大一片算是僅有了 你不去保護它 你說我已經減少開發 改成用樁去弄 可是你上面cover 帶著那些橋也好 浮橋也好 它蓋掉了沒有太陽 下面藻礁不就完蛋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不能夠說用這個方法 那是馬英九時代決定的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什麼樣的改變 現在是你執政 以前的政策 你全聽嗎 馬英九的政策 你這麼乖嗎 你不好 你不能改嗎 之前核電廠不是也蓋了嗎 你們執政不就讓它停了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能全部推給前朝 現在你正在執政 人民的聲音 你要聽進去 為什麼這次連署不會過 因為大家把它認為 那是桃園人的事 那是桃園人的事 桃園人哪有那麼多 去做這個連署 如果說這是桃園人的事 我們也來看看桃園市的大家長 鄭文燦 民調非常高的鄭文燦 想要選總統的鄭文燦 你自己看 你在2014年的時候 你穿著這樣的背心 你說藻礁要生存 所以你永不妥協 罵的是誰 罵的是國民黨的吳智陽 那個時候吳智陽是市長 你罵吳智陽 縣長 那時候還沒有升格 你的思考格局 還是以經濟掛帥 加上水泥城市 藻礁的價值 在你的眼中 是一個輿論 處理輿論的問題 而不是重要施政的方向 你當初講的這些話 現在就可以放在你身上 現在側翼已經在帶風向了 說你們都不用呼吸嗎 你要不要經濟發展 當初民進黨在批評國民黨 只重經濟不重環境 現在反過來了 說你們這些人 你們都不要吃飯嗎 你們不注重經濟發展嗎 怎麼會這樣 賓哥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本來環保就是他在野的時候 操弄的政治鬥爭工具 等到他今天執政 他當然不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當年 不管是蔡英文親筆 寫下的承諾 鄭文燦當年的質疑 甚至民進黨一大堆委員 去抗議 當時他們講給我們 聽得很清楚 這個早就要7600年 才能夠存在 然後你知道 現在已經被破壞掉多少 本來關於那一帶 總共27公里都是 現在只剩下7公里 而且已經斷成三節 而且正在慢慢減少中 他說國民黨害的 是 我跟你講 那問題是 你說過去是國民黨害的 我們先姑且不認 是不是國民黨害的 那現在你總不要再害他了吧 那你要繼續害他 因為國民黨 反正已經害了我就繼續害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你不管是陳寗菲也好 簡素菲也好 你們不要再去扯那些 有的沒的政治鬥爭 今天做出承諾的是誰 是你民進黨 是你們當初自己 把這個議題挑起來 然後講民進黨 沒有講藻礁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藻礁是什麼 那是你講的 然後結果你們今天執政 就告訴我說不要 那我覺得很簡單 除非你民進黨出來認錯 告訴我們說 這一切都是我民進黨 當初為了政治權盟 我才這樣推的 其實都是錯的 經濟比較重要 藻礁不重要 民進黨敢這樣講 那我隨便你 你就去弄吧 但是民進黨不可能這樣講 民進黨從來不會認錯了 他現在告訴你說 我們 你知道他現在的說法是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Call of姐會說 那是一個假議題 那是誤導 因為他們說 我們完全沒有碰到藻礁 他說我們繞過的藻礁 不會去影響到他生產 這種鬼話你會相信 環保團體 以及學校的大學教授 都出來講說屁 不可能 你們怎麼繞得過 就在這裡 我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大家記不記得詹順貴這個人 詹順貴那時候 他本來環保團體出身 民進黨讓他當官之後 他厚顏無恥的 要讓那個 深奧的那個電廠過 硬讓他環評過 結果有一個地方說要過了 環評要過了 他後來奮而辭職 你知道是哪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藻礁 連詹順貴本來領皮 厚得到這種程度 他都已經受不了 只好辭職 你就知道你民進黨 自己退出來的詹順貴 不就是你們的人嗎 他都看不下去 你們還要狡辯否認嗎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鬼扯 現在他們在帶風向 簡舒培怎麼說 他說你們現在在操作 國民黨 是你們在操作藻礁的議題 就是假環保之明心 政治動員之實 然後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掩護重啟核四公投案的通貨 30秒 如果你今天不廢掉核能的話 何必去傷害到藻礁 不必 那你動這邊要幹嘛 你就是要除氣 所以 不要在那裡 五四三號的公司大堆 不會很簡單 你就把它扣起來 把它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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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了 好 有可能被我們自己人活生生的把它 萬劫不覆 讓它永遠不存在 這是我們台灣人種家的惡果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過去 民進黨承諾 現在說是國民黨害的 然後環保團體 就說你們環保團體 是誤打誤導環保議題 經濟牌來了 說護國神山 我們要用電 你們不放這個天然氣接收站 怎麼辦 台積電沒有電 沒有 那你當時 我就講 核四已經弄好了 可以鬆轉了 在安全無語之下你不用 核能的電是最穩定 成本最低 你不是你現在風吹 太陽靈 無所不吉無一大堆 無所不吉 還對這裡藻礁抬下去 你現在才怪說 都你們國民黨 你們國民黨 不要亂 我們會幫你亂 拜託 比較勇敢 要做你就做你做了 不用去台穿那些 有的沒有 不用勇敢 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那麼大的靈靈 可以幫你葬下來 歡迎觀眾朋友 上網去下載這個 真愛藻礁礁的連署書 希望他可以在最後一刻 可以看